COOP 最早的意思是双座四轮叫圣马车,后来,COOP又演化成了固定顶棚的双座或者2加2座跑车的代名词,而2加2座是只常用座位是前排的两个,后排的两个不经常使用, 在上世纪50年代,敞篷跑车有时被称为敞篷COOP,但是从60年代开始,COOP已经被专门用来表示固定顶棚的车型,再到后来,四门COOP车型的出现,打破了传统COOP的定义,因为它既保留着传统COOP流畅的线条,又多了两个门,使得后排的两个座位不再是宠物座,而现代四门COOP的开创者则是看似保守的奔驰, 奔驰将COOP和轿车相结合,赋予了CLS跑车般的线条,而又保留了四门的设计,随后大众CC,宝马6系Grand COOP奥迪A7等车型,也都纷纷加入这个市场抢食这块蛋糕, 宝马X6奔驰的COOP而发展至今,各大厂家也是推出了专门针对SUV的COOP车型,比如宝马X6定义为SAC也就是全能脚跑车Sport Activity Shope, 再比如奔驰的COOP这也是一款基于SUV打造的COOP,其实说到SUV领域里的COOP车型,目前还真只有宝马X6和奔驰的COOP这两款车比较经典, 虽说宝马X4和奔驰的COOP这两款也能算是正经的COOP车型,但毕竟碍于尺寸太小,所以气场上还是不太够,而买X6和的COOP价格上又不便宜,另外也总感觉还缺少了那么一点东西,因此,这对于消费者来说,就选择范围更小了,不过,现在你们大家的机会来了, 提到轿跑SUV也终于不用再苦苦,从宝马X6和奔驰的COOP这二者中选择了,因为宝石捷终于准备要推出一款全新的COOP轿跑车型,售价货将不超百万,但逼格却是实力炼压奔驰的COOP,它就是KineCOOP新车将会在2019年下半年推出,不得不说,宝石捷这次是真要逼死宝马X6了,一起看看, 宝石捷KineCOOP宝石捷Kine外观方面,从叠照图片来看,新车采用全LED前大灯组,雾灯区域和进气格山与Kine保持一致,发动机舱盖上的金线设计相比Kine更加立体,车身侧面来看,KineE COOP back住部分与Kine明显不同,尾部是新车与Kine最不同的地方, 六倍式的造型彰显独特的身份,电动尾翼设计提升运动感,尾灯部分覆盖了贴纸,我们还不能观察更多细节,但可以看出不再是Kine车型上的贯穿式设计,增加了辨识度,车排位置下一致保险杠处,此外,新车采用与Kine 3.0T车型相同的双边共两处式排气布局, 内饰方面,KineE COOP内饰部分,将与线跨Kine相同,采用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,保持中式转速表的传统,两侧分别带有一块7英寸高清显示屏,中控台区域配备12.3英寸高清触摸屏,下方控制区域采用大面积触控按钮,触摸式按键带有声音和震动反馈, 最后动力方面,依照奔驰GLE和Black Coupe的关系来分析,Kine Coupe的动力总成也或将与Kine相同,搭载3.0TB6涡轮增压,2.9TB6双涡轮增压,以及4.0TB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,最大功率分别为340马力、440马力和550马力。 传统系统,新车预计将匹配8速Tip Tronics变速箱,并将标配全14区系统,总之,从这次的Kine Coupe别照来看,宝石捷真是要逼死宝马X6啊,新车标配全14区,比GLE还霸气,如果售价在100万左右,那定额引起一片轰动。 到那个时候消费者还买啥宝马X6,Black Coupe,肯定选择更气派更有面低保时捷卡验Coupe了。 所以,对于这款新车,咱们都一起期待吧。 祝,配图来自网络,全力归原作者所有,一并感谢。